现在呢我想请你先找一个舒服的位置 然后呢一样请你做一个深呼吸 吐气的时候慢慢的放松 我们将要把我们的专注力 百分之百的都放在我们现在的课程进行中 好吗 现在我们即将开始做我们的Lucky7的内在锻炼的冥想练习 请你再做一个深呼吸 深深的吸口气 吐气的时候请你想象 全身都越来越放松 放松的感觉从你的头皮 慢慢延伸到你的额头 眼睛 脸部周遭的肌肉 都完完全全地放松 现在你的整个头部都放松了 接下来放松的感觉慢慢的传到你的脖子 由外而内都放松了 放松你的肩膀 放松的感觉从你的肩膀传到你的大手背 手肘 小手背 以及你的手指头的末端 现在放松你的胸部由外部到内部所有的器官组织细胞都放松了 放松你的肩膀传到你的肩膀传到你的臀部 大腿 膝盖 小腿 再慢慢地传到你的脚踝 跟你的脚掌 以及脚趾头的末端 好 你做得很好 接下来我们要正式进入我们的Lucky7的冥想练习 第一个叫做正念觉察 现在请注意你的深呼吸 将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深呼吸上面 同时保持开放的觉察 注意到你的五个感官 无论是视觉 听觉 味觉 嗅觉 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 甚至注意到你的脑海里面 正在出现一些什么画面 再做一次深呼吸 不管做多少次深呼吸 你都如同第一次一样 不管你做多少练习 都如同像小孩在玩一样 玩几次都不厌倦 每一次都带着充满好奇的态度 来做这个练习 再做一次深呼吸 无论你的心思有没有飘走 或者是你非常专注在我们的引导 但是你的心里可能会出现某些评断 哎呀 我们在做什么练习呢 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呢 无论你的心里想到什么 都不需要去评断它 应该说 你只要注意到你正在评断 这样就好了 注意到就好 注意到当下所有发生的事情 注意到我正在引导你去做Lucky 7冥想 注意到你的呼吸 注意到你所感觉到的任何感受 保持耐心 就只是与当下和谐的共处 我们没有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 在正念觉察的阶段 我们就只是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 觉察 放在呼吸 放在接纳 所有一切 心里面 或者是外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你只需要注意到 所有你所想到的思考 注意到就好 用接纳的态度 用无为的态度 来做这个练习 无论你静不静得下来 都没有关系 都可以接纳当下的存在 我们不是要保持专注 而什么都不去想 所以请你放松 保持专注并不是这个练习的目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 很难有人什么都不想 这不是我们冥想的目的 在这个阶段 重点是觉察 注意到你内在与外在发生的一切 这样就好 就只是放松 允许所有事物的存在 重点在于这个冥想的过程 注意每一个当下 每个深呼吸 再做一个深呼吸 深深的吸口气 然后缓缓地吐气 无论你的脑袋 有什么声音跟画面 无论你注意到任何一个感官的刺激 都只需要注意到就好 因为当你这样做 你会发现你的内在除了注意到 当下正在发生的能力 它也同时有了 放下事情的能力 放下想法的能力 再来一个深呼吸 吐气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做Lucky7的第二个练习 叫做爱与感恩 现在请你先想象 在生活中 三件 让你觉得非常感恩的事情 可能是 你现在有一个时间 能够在那边做这个练习 或者是 你有一个很棒的休闲娱乐 简单的小事 也都可以 可能是 你今天喝了一杯 舒服的热咖啡 当你想到一件小事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去想象 这个小物品 它背后是透过多少人 多少时间的努力与精力 而来到你身边 比方说这杯咖啡 它可能过去是由多少人 所种植的 而种植完之后 又有很多人采收 包装 货运 上架到商店 从产出 一直到交到你手上的 所有过程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的贡献 你可以简单地朝着 这样的一个方向 去做感恩的生活冥想 每一件事情 你都可以这样去想 然后沉浸在这个感恩的感觉中 现在 请你回想一下 在工作上 有哪三件事情 让你觉得非常感恩呢 可能是哪个同事 让你感觉会心一笑 或是可能在某一次工作上 非常顺利 又或者是你喜欢 工作上的哪些地方呢 花一点时间 沉浸在这个感恩的感受中 接下来 请你想一下三件 让你觉得 你爱你自己 欣赏自己的地方 你可能可以欣赏自己的学习力 爱自己那个 愿意改变的特质 你可能可以爱自己 在今天充满笑容 你也可以爱自己 因为今天有运动 或者有做感恩冥想 如果你一时想不出来 你也可以简单地用 下面这个肯定句来带过 可以告诉你自己 无论如何 我深深地爱我自己 接纳我自己 我爱我的内在小孩 我与他和谐共处 我放下所有对他人 或自己的评断 我爱我自己 好 再深深地吸一口气 吐气的时候 我们来到Lucky7的第三个练习 叫做宽恕与原谅 宽恕与原谅 就像内在的肌肉一样 越锻炼 它就会越强壮 直到那些负面事物 再也动摇不了你为止 每一次你做原谅练习 一次只要处理一件事情 或一个人 而那个人 也可以是你自己 你可以试着原谅自己 过去曾做过的事情 让他不再折磨你自己 现在 仅仅想象一个 回想一个 你要原谅的人 是 我物 在这个步骤 请你想象那个场景 想象那个场景里面 所有相关的人事物 接下来第二个步骤 请你在看着 这样一个场景 重温这个人事物 这个场景 事件的过程的时候 让你自己去感受当时的 可能是痛苦 可能是愤怒 可能是悲伤 但是呢 不需要太久 不需要超过两分钟 在这过程中 你可以用力地捶枕头 你可以稍微去释放你的情绪 可以稍微喊出一点声音 然后去倾听 在当时的情境之中 你心里所受的委屈 是什么 你内在想说的话是什么 你内在想要的评断又是什么 去感受当时的痛苦 但是请放心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人内在 都有足够强大的能力 去处理它 好 现在请你练习 问一问你自己 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学到了什么 问你自己 我的人生要怎么样 可以因为这个事件 过得更好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事件 去学到什么呢 并且运用我们内在的 另外一个能力 尤其是同理心 去问问你自己 在你看的这个 内在画面的时候 这个伤害你的人 他过去 他的生长背景 究竟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 他的人生中 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以至于他会这样子对待我 当你这样问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 从更不一样的角度 去看这个状况 这样的原谅跟宽恕练习 可能不是一次就可以做到 但无论我们有多难受 我们总有一天都可以释怀 我们只是需要多一点练习 而当我们终于能够 释放跟放下这样的 感觉之后 你会非常非常的压抑 那种彻底解脱的感受 现在 再来一个深呼吸 缓缓地吐气 我们即将进行 Lucky Seven的第四个练习 同理心 以及意识扩展 现在请想象一位 你深爱的人 他的样子 他的笑容 他的笑容 如同一台白白的光 照亮你的内心 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 你人生中某一个好朋友 或导师 可能是你的父母 现在请你记得 现在你心里面充满着同理 以及爱的感觉 这个感觉 将为这一次的冥想练习 展开 想象这个爱的感觉 是一个光球 把你包覆起来 想象你看见自己 站在一个 爱的白色光球里面 这个光球不断地扩大 直到他塞满了 整个房间 如果现在 你在做练习的房间 里面有其他人 你就想象 他们也一起 被这个充满爱的光球 给包围 然后再慢慢地扩展 想象这个光球 慢慢地扩张 变大 这个光球 包住了 你所住的整个家 并且将你心中 的爱 投射给家里的每一个人 去感觉你自己 正在把爱 发送给他们 也感觉到 他们正在接受到的爱 你可以在心中默念 我将爱的能量 传送给你 传送给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维持你的深呼吸 想象这个光球 扩大到 你所住的整个建筑物 这个光球慢慢扩大了 包住了整个社区 整个你所在的城市 整个国家 整个你所处的州 无论是亚洲 美洲 欧洲 非洲 或澳洲 想象这个爱的光球 包住了整片海洋 跟地球 想象你将自己的爱 和同理心 透过这个光球 传送给地球 甚至宇宙的 所有生物 你不必拘泥于 这个光球 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 这是没有关系的 就只是去感受 将爱与同理心 传送给所有 住在这个地球 跟宇宙的生物就好 好 再做一个深呼吸 深深吸一口气 吐气的时候 我们来到 Lucky7的下一个练习 未来的愿景 现在 让我运用你的想象力 观想力 想象你自己 实现那些 未来你想实现的目标后 你会在哪里 你获得什么样的成长 你可以想象三年后 你在哪个地方 完成了哪些贡献 达成了哪些转变 你如何透过 每天做这个 Lucky7冥想 变成完完全全 爱自己的人 你拥有了哪些 美好的事物 增加了哪些 美好的体验 在这三年来 去感觉 你完完全全实现 这个未来愿景 的情绪能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 如果你正在想象 自己去旅行 你可以去想象 在这档旅程中 你感到多么的 惊讶跟兴奋 如果你想象自己 学会某一项新的技能 去感受一下 你是多么的 有成就感 跟喜悦 而如果你不知道 该想象一些什么 不用气馁 未来愿景 也跟原谅一样 它是一个 能够持续锻炼的 内在肌肉 你越是锻炼它 你的未来愿景 就会越清楚 而当你越来越清楚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你就会发现 你的自信的内在肌肉 也变得强大起来 无论在任何时候 你都可以在完成 所有冥想后 再拿笔根纸 将你的未来愿景 写得更清楚 或是在我的 其他课程中 也有教如何定立 非制约式的目标 你在之后也能学习 现在 无论你想到 你的未来在哪里 或做什么 请你去加强它 你可以问自己一些 加强能量的问句 像是 为什么我们这么轻松 就能够拜访 如此美妙的国家呢 为什么我能赚到 这样足够的钱 而且还能用钱 去投资钱滚钱呢 为什么我在关系里面 能够如此的成功 如此的喜悦 如此的满足呢 为什么我能够维持 这样理想的健康状态 跟体重呢 为什么我能够成长到 这样的阶段呢 用三年后的角度 来看你实现所有愿景之后 来问自己这些问题 问自己 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幸运 请你放下所有的评断 如同孩子般游戏 去问自己这些问题 现在再做一个深呼吸 深深的吸一口气 吐气的时候 我们即将进入到 Lucky7的第六个练习 叫做完美的一天 问自己 为了完成刚刚 未来愿景的画面 我今天应该做什么呢 运用你的想象能力 在你的脑海里 度过你的一天 可能是 你出门开车去上班 进入到公司 一早便开始 完成工作 到了中午 接着去享用一个 非常觉察当下的 一个午餐 用心地去 吃你的午餐 然后到了下午 工作告一段落 非常顺利 你回到家里 你可能 做一点冥想 学一些东西 跟家人相处 重点是 想象你今天的一天 每一件事情 都非常完美地发生 直到你 睡觉的那一刻 你看见你自己 睡着 练习专注在正面的 感受很好的事物上 放掉负面事物 运用你的想象的超能力 在内在安排你的一天 当你持续这样去做 你会渐渐发现 你在未来有制造巧合的能力 你当下的心思 都开始更专注在 能够帮助你 实现未来 愿景的事物上 这是你的完美的一天 现在 再深深地吸一口气 途记的时候放松 我们即将进行到 Lucky 7的最后一个练习 叫做 更高力量的祝福 现在你想象 有一个更高的智慧或力量 它可能是 整个宇宙 整个能量体 它们能够帮助你 达成人生任务跟愿景 无论你的宗教是什么 你都可以运用这个方式 这个崇高的力量 可以是你宗教里面的神 圣人 先知 也可以是某种天使 高龄 也可以单纯只是 大自然跟宇宙人的潜能 如果你是无神论者 你也可以相信 这个是更崇高的力量 它是你内在 无穷的潜能和精神力 现在深吸一口气 想象这个更高的智慧 跟力量正保护着你 从头 进入到你的全身 可能是一道白光 充满着你的全身 而这更高的力量 它会护送你 去实现你的梦想 想象你自己 感谢这更高的力量 跟智慧 看见你自己 已经准备迎接好今天 现在深深地吸一口气 我们已经完成了 Lucky Seven的练习 缓缓地吐气 再待会 我会从一数到五 然后请你睁开眼睛 一 二 三 现在开始慢慢地 回到我们的课程中来 当我数到五的时候 你会睁开你的眼睛 感觉非常有精神 有精力 焕然一新 感觉无限美好 四 五 请睁开你的眼睛 回到我们的课程中来 感觉非常有精力 有精神 以及无限的美好 如果这个练习对你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收到更多练习跟成长灭绝 更多如何锻炼 成为幸运的杰出人士 以及创造理想人生的方法 请点击画面 右上方小写的i 或者影片下方的连结 报名 星辰内在锻炼心上课 了解更多 我们在线上课的中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